诺贝尔和平奖揭晓 图尼斯国家对话机制赢得殊荣 内塔尼亚湖呼吁以色列人保持警戒 防备巴勒斯坦恐怖攻击 白宫表示 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人造岛礁海域 不是挑衅行为 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9号 星期五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的儿子被抓 距离王宇被带走正好届满三个月 北京对维权律师还有家属的打压 为何如此肆无忌惮呢 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杜润生去世 他对中国改革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贡献 媒体观察将有深入分析 也请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那么今晚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要先带您来看看 诺贝尔和平奖在今天揭晓 这是由图尼斯全国对话机构获得了殊荣 诺贝尔奖的委员会表彰这个机构 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后 对构建图尼斯多元主义民主社会 所做的杰出贡献 并且表示他们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的 民主化努力 因为政治暗杀还有社会动荡 而被削弱的时候 建立了一个和平的政治进程 图尼斯全国对话机构 是由图尼斯总工会 图尼斯行业贸易和手工艺联合会 图尼斯人权联盟 以及图尼斯的律师团所组成的 和平奖将由四家组织共有 阿拉伯之春2010年和2011年起源于图尼斯 然后迅速地蔓延到了其他国家 伊朗在星期五宣布 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 在叙利亚遇害 另外法国战机在星期五 对叙利亚进行了第二轮空袭 伊朗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 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 哈米达尼将军这个星期早些时候 在叙利亚北部阿勒坡 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咨询时 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 伊朗是叙利亚的重要盟友 另外法国国防部长表示 法国战机向伊斯兰国据典 拉卡一个训练营地投掷了炸弹 不过他并没有透露伤亡的细节 美国白宫方面表示 如果美国派军舰进入中国 在南中国海星造岛屿12海里之内 这个行动不应该被视作挑衅行为 根据报道 美国海军正在准备派遣水面舰艇 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 有主权争议海域 星造岛礁的12海里内水域 那么目前只待白宫授权 预计这项行动将会在两个星期内展开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 星期四没有直接证实报道 但他说 这项行动不是挑衅行为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不应该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 美国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已经进行过这样的活动 因为奥巴马总统致力于 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原则 美方当然在这地区没有领土主张 但是我们积极鼓励在领土主张方面 有分歧的各方 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分歧 来保证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不受阻碍 那么新闻最后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 准备为了纪念朝鲜劳动党成立 70周年的大阅兵 目前大阅兵的最后集结 可以说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那么在星期六要举行的平壤大阅兵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韩研究所 他们根据所获得的最新卫星图片 显示已经有数百辆的卡车 装甲车 还有火箭发射器等武器装备 以及授阅的官兵 战马 银房 帐篷等等 都已经在平壤一个授阅训营集结 那么另外那里还修建了一个 模拟平壤金日城广场的空地 并且建有检阅台 不过呢 卫星画面没有显示弹道导弹发射器 以及远程制导武器的装备 观察人士说 朝鲜军队的这些武器呢 目前可能放置在临时的掩护所里 这一次平壤阅兵规模 将会是朝鲜史上空前的一次 有推测说 朝鲜可能以发射卫星来庆祝这个活动 那么今后几个星期 也许还会进行第四次的核试验 稍后回来 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家属的打压 没有丝毫的缓解 今天又传出了律师王宇 16岁的儿子也被抓捕 稍后我们将有详细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就在中国当局大量抓捕维权律师 被中国当局带走之后 至今下落不明 就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 全中国已经有至少280多名律师 家属 还有维权人士受到了波及 那么今天设在香港的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在香港举行了一场 释放气球 还我自由的行动 他们要求中国当局 立刻释放被捕律师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主席 何俊仁先生来介绍有关情况 何先生您好 对 您好 是 我们知道三个月了 现在在中国 还有20多位维权律师被关押 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 就连王宇律师 他16岁的儿子 也在缅甸被当局给抓了 那么您现在所知道的消息 针对王宇的儿子 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那么您认为 中国当局抓捕维权律师 现在跨越国界 是不是越来的越激动了呢 对 对 我最听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他的儿子好像是给一些 在缅甸跟着这个警察 进步的人带走 但是缅甸的政府 在很多人的查询之下 还去否认 他们说没有抓过人 现在另外有一个说法 就是可能是蒙古的举办人员 把他带走 现在所以他究竟去了哪里 是什么人把他带走 什么人把他积压 我们完全不知道 但是总的来说 我每个人是非常担心 也是非常 因为其实无论 现在王宇是受到什么指控 但是总的不能 租连他的家人 尤其是年轻的年幼的孩子 在王宇夫妇给抓的时候 在同时 其实他这个孩子 已经受了很多苦 他根本差不多受不了 甚至他希望离开大陆 但是也是不给他一点点的空间 我觉得真是太可惜了 简单的行为 那么何先生 我们也知道 关注组今天下午在香港 举办了这场释放自由 还我 释放气球 还我自由的运动 跟我们谈谈 今天这场行动 希望能够传达什么样的声音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对 今天中午 我们有五个组织 包括这个维权力士关注组 香港政治和平委员会 也是一个天气教的组织 还有学生组织 还有香港计刃会 我们连同他会好几十个朋友 都是非常关心 这个内地的维权人士 维权律师 我们一同去中原办来抗议 我们也得到香港很多 本地的律师团体 这些很有正义感的律师 也来支援我们 也有一位特别从澳洲过来的 叫法律的教授 也过来带给他们 在澳洲哪一边的律师 来表示他们的关心 我们总的来说 觉得先如果说 中国可以解应对待自己的律师 那么还有什么法律可言 你看到吗 这些律师已经给关了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还有28个人 从来没有机会给他们建自己的律师 没有 连他们在哪里 点击楼都没有公开 他们只有一个理由说 国在安全 最马上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些很简单 要求解放他们 或者起码要公开 他们现在得囚禁的地点 给他们建自己的律师 是 何先生我们知道 当局采取这些作为 当然就是希望 这些维权律师能够晋升 不要再说话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在这个星期 被关押的中国教会维权律师 张凯她的母亲 她在这个星期 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她说儿子的平安 是她最大的愿望 她还说朋友 同事 都称赞她有个好儿子 应该要感到自豪 可是她却总是陷入在 担心害怕之中 那么中国当局的抓捕 当然让家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还有担忧 但是您觉得当局的抓捕 能够制止 能够停止这些维权律师 他们的做法吗 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外面 利用我们的自由 利用我们的空间 为他们发声 今天我们在香港放点气球 也是发表我们的声明 我也知道加拿大 也有很多 帮助维权律师的人士 也是准备去中国领事馆 外面去放气球 希望要求 马上释放这些维权律师 我也希望在美国 在其他地方 也有同样的抗议的行动 来表示中国政府 怎样对待继续的律师 怎样对待 怎样有正义梗的 很多维权人士 这个做法 在有自由的地方 都是受到谴责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的清楚的 给中国政府知道 我们要坚持 什么是细碑 什么是黑板 好的 所以我希望外面也要配合 您刚刚提到 也希望美国 还有国际社会的各界 都能够来响应 这样的抗议行动 我们最后 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就想请您谈谈 美国国会 还有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 CECC 他们就在昨天 星期四 发表了今年的 中国人权报告 报告里面除了提到 中共骚扰 关押维权律师 报告里还提到的是 香港的高度自治 还有自由 受到了严重挑战 那么身为香港人权的活动家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当然我们是面对 很多的威胁 很多的压力 但是我们香港 是有一个 很活跃的 很有动力的 公民社会 我们这里很幸运的 有一个很好的 独立的司法制度 有一个很强的 很强的 法制的传统 那么我们在 民间的力量 一定会好好地全体 来保护我们的 公民社会 来保护我们的法治 也利用我们的自由 为香港 为大陆 发声 我觉得 他们是 如果要 摧毁香港的 自由 那么我相信 这个 要付出 很大很大的 败价 我也不相信 他们会这样做 所以总之来说 我们就好好的 珍惜我们的自由 会好好的 团结起来 为这个自由 为权力 为民主 来奋斗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在香港的 中国维权律师 关注组的主席 何俊仁先生 接受我们 美国之音的访问 非常感谢您 那么如果您想要了解 更多有关于 中国维权律师 面临的困境 还有最新的一些发展 欢迎您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也欢迎您 留下您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西藏流亡政府领袖 洛桑森格 展开了美国访问 是不是要为 无法成行的 达赖喇嘛 来传达信息呢 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将有详细报道 也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不认识 那是我的工作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卫视新闻 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 洛桑森格 在今天开始 对美国进行访问 洛桑森格 是达赖喇嘛 放弃领导权后 第一位通过 民主选举产生的 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 那么他的第一任 任期呢 也已经快要结束 他此行访问美国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 美国之音 驻纽约记者方斌 请他来为您介绍 有关的情况 方斌你好 是 方斌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没问题 是 方斌我们知道 洛桑森格在今天开始访问美国 那么跟我们谈谈 他在美国会造访哪些城市 会有哪些重要的行程呢 好的 他在今天也就是10月9号 和明天10月10号呢 他会在纽约 那么今天呢 他会出席纽约新泽西藏人社区 给他举办的这个晚宴 那么明天呢 他要在纽约的这个 藏人社区礼堂啊 发表演讲 那么10月11号呢 他会到这次访问美国的 第二个城市 也就是盐湖城进行访问 他要为这个 由他藏人协会的新社区 礼堂呢来揭幕 那么10月13号呢 他又要回到这个 这边在到马里兰州的 这个索尔兹伯里大学 接受该校颁给他的 奖励社区领袖 和具有前瞻思想的个人的 一个最高的荣誉勋章 一文 是 那么方斌 当我们再看到行程啊 他的安排之后 其实在背后我们也想了解 他此行是不是有传达 什么样的信息 或主要的目的 我们也知道洛桑森格 他的第一任任期 就快要结束了 他这次访美 有可能有哪些主要的目的吗 我从这个当地 藏人社区呢 没有得到很确切的消息 但是呢 我想他此行 应该跟明年 他要竞选连任 这个流亡政府的私政呢 不无关系 洛桑森格就在三天前 也就是十月六号 他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宣布呢 他要竞选连任的决定 那么这个选举呢 是要在明年的三月份举行的 洛桑森格呢 是在二零一一年 也就是达赖喇嘛 宣布放弃政治权利以后呢 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 第一位这个流亡政府的私政 他的五年任期 今年呢是最后一年 他在最近的这个记者会上呢 他宣布了竞选的一个基本理念呢 就是以流亡藏人社区的 四个以S打头的英文字母 也就是生存 survive 可持续sustain的 增强 strengthen和成功 success 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 所谓五五十的策略 什么是五五十的策略呢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五年 所有的努力 都要为了解决西藏问题 如果不成功的话呢 就准备在未来的五十年里面 开展一个可持续的 自由西藏运动 宣布 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相关消息 那么最后 我们还想要看看 刚刚你提到了 洛桑森格还会到尤塔 来参加这个 所谓的新社区礼堂 这个揭幕式 我们知道就在最近 我们在这个 卫视新闻当中也报道了 达赖喇嘛取消了 对美国的访问 这场揭幕仪式 原定是由 达赖喇嘛来出席的 现在改由洛桑森格 来带他出席 外界就在质疑 这个背后 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 那么洛桑森格 是不是有可能传达 什么样的 达赖喇嘛 所带来的信息吗 是的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达赖喇嘛取消了 所有原定的美国执行 那么自然这项活动 也就被取消了 那么但是这个活动 还是要照常地进行 因此洛桑森格被要求 来代替达赖喇嘛 为新礼堂揭幕 我们现在并不清楚 这背后的一些 具体的细节和想法 那么据报道 明年1月的 有一项达赖喇嘛 主持的活动 也因为他日程安排的紧凑 而改变而推迟了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的 就是在竞选的敏感时期 达赖喇嘛作为 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 要表现出公平对待 所有参选的人和候选人 这是可以比较理解的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洛桑森格 他已经有四名竞选的对手了 许文 非常有意思 我们谢谢美国之音 祝纽约记者方斌 在纽约的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么有关于洛桑森格 在美国的访问行程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报道 也欢迎您登陆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中国开明派的改革先锋 杜润生在今天取世 稍后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 就要为您介绍杜润生 他的一生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在韩国派上 剑色 为何练习 要员 你准备 打掉我的青春 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 就是在北复以后 仍然是现在是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中国改革开放元老杜润生 在今天取世 享年102岁 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推手 他也曾经担任赵紫阳 还有万里的重要智囊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就要带您一起来谈谈杜润生 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逸文 是 提到杜润生 很多人都知道 他在这个农村改革方面的贡献 那么到底他对中国共产党 对国家有哪些贡献 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谈 首先他对中国的农村改革 特别是上个世纪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期 中国开始在农村改革 过去那种人民公社那种制度 直接改成农民包产道户 他对这个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因为他当时在中国中央 他负责农村方面的工作 这个直接在邓小平和万里 和赵紫阳的推动下 杜润生在里头出谋划策 推行政策 制定政策 所以对这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 起了重大作用的农村改革当中 他是起到了 他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是 那么照理说 一个对共产党 对国家有这么大贡献的人 他的一生应该是备受注目的 那么杜润生他的晚年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近况呢 先说这些是趋势 在中国的重要媒体上 新华 人民和中心社等等媒体上 没有他的消息 也是放在很边角的消息 那么反倒是一些上海的澎湃新闻 还有香港的凤凰卫视 这些媒体呢 他们做了一些独家的报道 一直到我在上节目之前呢 我还又看了看中国的大媒体 还没有出现他的消息 但是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光是王岐山的精神导师 他也是习近平的精神导师 所以他对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来说 他的确是他们两个人的 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给了王岐山和习近平 有很大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 鼓舞和指导 这个杜润生是不可磨灭的一个人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在1989年六四发生之后呢 就是杜润生的这个 从职务到各方面的影响 都迅速地降低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呢 就江泽民上台以后 在邓凯平的支持下 把杜润生的一切职务都给免掉了 而且他那个 他当时他培养的一大帮人 包括王岐山 包括陈一兹 包括孟永熙 包括从台湾逃到大陆的那个林毅夫 对 包括刘远 包括就是刘鹤 包括这一大批的人 都是在这个杜润生的指导下 来进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程序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推手 所以这些人 特别是包括习近平来说 这个杜润生的这个指导作用 也是非常之大 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之深的 是 那他之后 像你刚刚说的 受到冷落的主要原因 可能在哪里呢 因为他们的农村体制改革研究所 出了很多的 所谓当时的是动乱分子 包括陈一兹跑到海外 包括张刚等等 一系列的人都跑到海外 包括我们经常请的这个罗小鹏先生 就他们一系列人逃到海外之后呢 就是当时就是 而且他们在当时六四当中 他们还写了声明 所以这个在六四之后呢 第一个动手解散的这个单位 就是他们农村体改研究所 是 你刚刚提到这个海涛 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 我们来看看 你刚刚提到了王岐山 提到了习近平 这个杜润生 作为他们的这个经济改革的精神导师 到底他与这两位 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80年代初 中国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 农村体制改革研究所 当时呢 习近平在那个河北的正顶当书记 所以那个杜润生 经常把习近平和刘源 请到这个农村体制改革研究所 和王岐山他们交流 就形成对中国改革 特别是农村改革的一种共识 在那个时候呢 习近平就直接是 等于是他直接在杜润生的手下 他是那个提改所的研究员 特约研究员 所以在这个层次上 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 都是杜润生的学生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涛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所做的解读 谢谢海涛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 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视频呢 都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也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 麦卡锡退出了议长选举 这凸显了共和党内部 到底有哪些分歧呢 稍后我们将有详细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星期五敦促以色列人 必须要保持戒备 有关详细情况 我们先来看看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最新一次袭击中 包括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内的四个人 星期四在特拉维夫的一个 军事总部附近被刺伤 金警方确认 嫌疑人为巴勒斯坦人 他已经被警察开枪打死 内塔尼亚胡说 暴力问题没有迅速地解决办法 但是他对一些以色列人 在袭击中的反应表示赞许 以色列人在案发时 为了压制和消灭恐怖分子 表现出勇敢镇定和坚定的态度 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敢和主动性 为了缓解紧张局势 内塔尼亚胡总理再次实施禁令 不准5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子 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 这个地方被穆斯林和犹太人 作为圣地 为了避免激怒双方 内塔尼亚胡同时禁止 以色列高层官员 和阿拉伯政界人士 前往那个地区 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 竖起了金属探测器 但是一些人怀疑 他们是否能起到作用 以色列警方说 金属探测器是用来检查 任何可疑之人的 但是事实上 这条街上 每隔几米就有军方人员把守 整条街上还安装了 40到50个监视器 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 星期四表示 他致力于和平的人民抵抗 不会让他的人民 被拖入更多的暴力之中 以耶路撒冷为主 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局势 导致至少4名以色列人 和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另外还有几名以色列人被刺伤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转回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被认为将要成为下一任 国会议长的共和党人迈卡锡 在星期四突然宣布退出议长的竞选 可以说震惊了党内的同僚 迈卡锡的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下面来看看 BOA卫视记者马龙发回来的报道 就在投票即将开始之际 被很多人看好将成为下任议长的凯文·麦卡锡 令共和党同僚震惊 也使得国会山陷入了混乱之中 这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说 我想我使你们一些人震惊了 是吗 麦卡锡说 别的角逐者将不得不努力 弥合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当权派之间的裂痕 他说 需要说的一点是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来实现团结 我将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 不过我从和众位交谈中发现 若要团结和强大 就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 议长角逐人选中 有代表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贾森扎菲兹 他说 出现这种情况令我目瞪口呆 震惊不已 不过我们的共和党会议 将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们会观察事态的发展 这个冲击波及全美各地 一直到拉斯维加斯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 在一个集会上爆出了这个消息 他说 凯文麦卡锡退出了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对不对 民主党人也对此感到震惊 并密切注视国会出现的混乱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共和党的一直存在分裂 这在爱奥华和新韩布什尔的市政厅会议上 和众议院共和党私下会议中就出路端倪 这对共和党构成真正的挑战 并危及他们赢得全国大选的能力 前共和党国会议员万韦伯说 这个分裂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 情况表明共和党内非常混乱 我不一定要用虚弱一词 尽管我也不会为此去争吵 不过情况的确表明 共和党是不团结的 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福特康奈尔说 保守派人士希望对奥巴马总统 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 他说 他们只是希望有人 下一任的议长不没守成规 我认为许多共和党人觉得 他们一次又一次被奥巴马总统 及国会民主党人击败 他们想看到一个斗士般的人出现 共和党已经将议长接班人 提名投票无限期推迟 贝纳议长表示 他将一直留任到继承人选出 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 向拉美伊的领导人保证 他将继续地倡导 对美国的移民法来进行全面改革 奥巴马总统是在给 拉美伊党团研究所的颁奖晚宴上 对大约有两千人发表了这番讲话 尽管奥巴马总统在任期内 进行全面移民改革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奥巴马利用了这次机会 突出了他和几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分歧 澳大利亚总理和穆斯林 在星期五一致谴责了暴力和极端主义 帕拉马塔清真寺的主持 尼尔·艾利·卡多米 星期五再次谴责 有人以伊斯兰教的名义 来从事暴力活动 上个星期 曾经在这座清真寺做礼拜的青少年 贾巴尔 枪杀了一名警方的文职人员 警方说 因为这起袭击被抓捕的 其他相关人员 也在这座清真寺做礼拜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 所有信仰都受到欢迎 但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观点 必须要被根除 德国官员已经开始着手修复 由于最近的大众汽车 尾气门事件 使德国汽车业失去的声誉 那么与此同时 一些美国议员 也召开了听证会 来追究并且探讨 这起最新的 在美国现行的事件 德国布伦瑞克市的检察官说 他们搜查了 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总部 及周边的一些员工住所 来找出谁参与设计了 这个能够让柴油发动机 在尾气排放测试时 显示偏低的污染水平的软件 我们试图找到证据 查清操纵尾气排放数据的 动机和方法 以及要对此负责的人 上个月美国发现 大众生产的柴油发动机器车上 装有非法软件 丑闻从此曝光 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商随后承认 全球有1100万辆汽车 都装有这种软件 丑闻被揭露之后 大众集团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未来还可能要支付巨额赔款 德国总理默克尔 星期四发表讲话 试图安抚德国的汽车制造商们 如果有人试图凭借 这一方面的不当行为 而质疑整个汽车制造业 基督教民主联盟 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许多工作机会 都依赖于汽车制造业 美国国会委员会 星期四听取了 联邦环境保护署代表的证词 他说大众的软件 使得柴油引擎的为期排放量 大大高于美国法律允许的标准 是一些软件工程师 出于某种原因 安装的这个软件 议员们说 他们要弄清楚 大众都做了些什么 以及美国当局 为什么没有发现 这个从2008年 就开始的作弊行为 美国有近50万辆大众汽车 受到影响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报道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这几位非常不同反响的年轻人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 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 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 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 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随着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消息 站住了媒体头条 奥巴马政府的批评家们 也再次的质疑 奥巴马总统是否在应对 叙利亚冲突上 反应不够有力和及时 那么到底是什么 影响了奥巴马总统 对危机做出回应呢 我们下面来看看 记者潘德所做的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 发射导弹 共和党领袖们本周 也向总统奥巴马 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 到抛弃那些 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 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 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 一直就可以预见 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到 像俄罗斯 中国 伊朗这样的大国 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 趁虚而入 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 总统奥巴马反唇相机 他说 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 复杂的问题 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 他说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 就是教训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 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 他是一个理性的 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 谨慎和通盘地考虑问题 所以他挫在过于谨慎 谨慎就意味着 你要慢慢地走 不能走快了 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委员说 尽管中东局势 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 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 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 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 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 他曾说 叙利亚有化学武器 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 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 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马修·达列克表示 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 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1990年代末 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 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 但即便如此 批评他的人士有很多年都在指责他 没有什么作为 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 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 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 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 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 包括媒体报道 公众支持 以及所发生的问题 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 有多重要 美国之音记者潘德 白宫报道 接着我们来看看在埃及 埃及总统塞西说 埃及现在享有的是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 不过活动人士却说 目前仍然有一些新闻工作者 深陷雨中 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西瑟 莫多克从开罗发回来的报道 9月末一些记者获释后 埃及其他的记者松了口气 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变得安全一些 不过人称《绍坎》的 社医记者马哈茂德·阿布·塞伊德的家人 却深感失望 《绍坎》为包括时代杂志等 在内的几家媒体机构 记录了埃及最近的历史事件 当我看到获释名单里 没有绍坎的时候 心里难过极了 我好难过 简直不敢相信 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消息 《绍坎》2013年8月被捕 就在上个月 他的审判日最后被定在12月 佳人说候审期间 《绍坎》的健康迅速恶化 我们探监的时候 他的脸色一次比一次苍白 他的视力恶化 因为抑郁和悲伤 他睡不着觉 这些以及其他很多因素 让他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差 少坎在当局一次大举逮捕 抗议者和记者的行动期间被捕 在这之前 他采访了拉巴抗议营地 抗议者支持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 穆尔西来自穆斯林兄弟会 目前在狱中并被判处死刑 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 最后以冲突收场 有几百人被打死 他的兄弟说 少坎被指控犯有数项罪名 包括谋杀 少坎自称不属于任何政党 但一些埃及人 有着强烈的反穆斯林兄弟会情绪 在他们看来 即使是采访被取缔的穆兄会 那也是可疑的行为 对那些记者来说 真主知道 他们是不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或跟穆兄会做了交易 你一定知道 穆兄会善于给人洗脑 埃及政府指称穆斯林兄弟会是恐怖组织 埃及记者对此一般不加争辩 不过他们说 采访穆兄会不等于加入穆兄会 美国之音西瑟莫多克开罗报道 记录片孟婷的承诺 这是讲述一个生在中国 长在美国的女孩的故事 她和其他将近十万个女孩一样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 还有中国开放的国际收养 她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找到了新家 不同的是 吴孟婷她找到了 自己在中国的亲生父母 这部纪录片呢 最近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播映 我们来看看记者海伦 发回来的报道 吴孟婷的英文名字叫利基穆德 她是十万名 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 从中国被收养到西方国家的孩子之一 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孩子 都能找到自己的生生父母 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得到 来自生生父母和养父母双方的爱 吴孟婷的生生父母 是在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 以及农村家庭要男孩的压力下 忍痛割爱的 不过孟婷依然不停地强调 她是一个幸运儿 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 纪录片制作人常娼妇 历史六年多制作的孟婷的承诺 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并在2014年新西纳提电影节上 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 即2014年费城亚裔电影节 观众最喜爱奖 吴孟婷不到五岁时 被美国穆德夫妇收养 在西雅图长大 她九岁时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信 对方自称是她的生生父母 12岁那年 她跟随美国养父母回到中国 见到生生父母和弟弟 当时她承诺要在成年后回到中国 与他们相处 2011年18岁的她兑现了承诺 与生生父母相处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她逐渐了解了当年事件的原委 由于中国执行强制性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 并伴随着严厉的惩罚措施 而奶奶则坚持要孙子 孟婷的父母只好把她藏着 不上户口 孟婷有了弟弟 她则被送到别的村子寄养 她的生生母亲说 尽管如此 他们从来都没有要丢弃孟婷的想法 后来 吴孟婷在寄养家庭被寄生部门发现 被强制送到孤儿院 而后被穆德夫妇领养到美国 失去女儿一直是夫妻心头的伤痛 他们后来离了婚 孟婷亲弟弟的心里也受到影响 戴安希格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 观看了这部纪录片 我喜欢这部片子平衡叙述的方式 中国政府从2014年开始放松独生子女政策 但仍然坚持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这种政策饱受西方批评 在导演常昌富看来 中美两国对于这一政策的看法大相径庭 在美国这个语境里面 就是说计划生育是一个非常情感化的 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而且可以说是一面倒 那么计划生育这个政策 在主流媒体里面就是说 就是与邪恶专制 就是剥夺人权有关 她认为中国人虽深受这一政策的直接影响 但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奇特的政策 似乎是认同的 吴孟婷说 随着她对亲生父母和他们所在的 社会环境的了解 她理解和宽容 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中国在1990年代初开放国际收养 因此很多孩子现在都已成人 回过中国探亲的吴孟婷 更觉得自己是幸运儿 我觉得我能够在美国长大 特别的幸运 特别是在我的生生父母家庭 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 很明显 中美两种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就像你在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 吴孟婷的中国生生父母和美国养父母 共同赞助她的弟弟来美国留学 孟婷说 以后她会常常去拜访生生父母 但没有要搬到中国长期居住的打算 美国之一海伦 任玉阳 华盛顿报道 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 华裔的美国作家刘宇坤 在三年前 他以短篇小说 手中指 心中爱 横扫了三项世界主要科幻小说的大奖 那么今年八月 由刘宇坤翻译的中文科幻作品 三体系列第一部 更是获得了 雨果最佳长篇小说奖 它也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本外文著作 VoA卫视就在上个周末 专访了刘宇坤 我们就来看看 他在对美中文化交流上 也有什么样的看法 记者西西和陈兴 发回来的报道 10月3号 华裔美国作家刘宇坤 带着他的长篇新作 参加了乔治梅森大学 举办的秋季图书节 我是西方经典的粉丝 这是我的传统 我非常笃信河马史诗 贝奥武夫 施乐园 这些美丽的文字 我也是另一传统的粉丝 我很幸运地接触到春秋历史的悠久传统 唐宋的诗词歌赋 武侠小说和中国张回提小说传统 所以当我写The Grace of Kings的时候 我试图重新构想一个讲故事的方式 刘宇坤不仅在原创作品中 融入东西方文学的元素 还把自己对两种文化的理解 运用到翻译作品中 我认为过去很多中翻译的译著 存在的问题是译者过于聪明了 而实际上偏离了原著 中文里常用的贸若潘安 在英文中没有直接的文化参考 但刘宇坤认为 寻找西方文化中相应的帅哥 来代替潘安 未必是最佳的翻译方案 它更倾向利用注脚 来给读者更多空间 探究文字背后的奥妙 最终我认为最有效的翻译理念是 尽量少打乱作者的原文 另外是避免神秘化 今年8月 由刘宇坤翻译的 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 《三体》 获得《雨果》最佳长篇小说奖 成为第一部 获此殊荣的外文易著 刘宇坤也因此 成为第一位 捧得《雨果》奖杯的译者 图书节主持人妮可 对刘宇坤的获奖深有感触 我觉得《雨果》奖的荣誉 会有助于让越来越多的主流读者 尝试阅读中国译作 刘宇坤获奖的事 既让西方读者 也令中国作家兴奋 刘宇坤也表示了 同样的乐观态度 但他也指出 比起优质的译者 中国更需要完善的 补贴翻译的系统 他说 眼下我知道中国 有一些翻译的补助 但我的理解是出版商 申请这些津贴的程序 相当复杂 他让西方那些 有兴趣出版中国作品的出版商 持怀疑态度 39岁的刘宇坤承认 以写作为生很难 他的全职工作是高科技专利方面的诉讼顾问 他说 我很幸运 有一份我喜欢的工作 而且真能为我付账单 同时我还能继续写作 BOA卫视 西西 陈兴 华盛顿采访报道 您现在从镜头上看到的这个男孩 他是名字叫做Zack的美国男孩 不久前 他完成了骑摩托 穿越中国西部的旅行 他是一个人 支撑地前往新疆 亲身经历了当地人的热情 好客 还有沿途 警方的好几次检查 而他在返途经过张家口的时候 更是遭遇了车祸 还在北京养了伤 我们下面来看看BOA卫视记者东方 特别对他进行的采访 听听他此行的见闻 我们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刚刚读完答应了 现在就是放假了 放假之后就跑到中国去 买了个摩托车 铁马丹旗 横跃中国 只为一段海外的经历 和中国风情的感动 这辆BMW800毫升摩托车 是Zack靠哥们的帮助 在北京来的 还上了金币的牌照 北京有两种 就是金A 金B 金A是室内的 就是四环之内全都能切 那个金B的话 就是室外外 就靠着这辆二手摩托车 Zack今年6月14号 从北京出发 途经保定 烟台 南京 哈密 吐鲁班 最后到达乌鲁木齐 喀什和阿克苏 山高水险 风急宇宙 一路西行 Zack贪婪地收获着 月牙湾的清秀 戈壁滩的雄魂 以及维吾尔人的热情 是什么让这位 19岁的美国大学生 对中国如此着迷 Zack曾在北京 上过一年高中 从此迷上中国 虽然长着一张洋人的面孔 但是开口说中文 四生圆润 没有任何障碍 非常非常好 对我非常非常热情 一直就是给我提供 免费的什么住宿 免费的什么晚饭这些 不过Zack在新疆旅行时 那张和汉人不同的脸 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Zack向我们展示了 他在新疆拍摄的照片 他甚至会用北京最流行的汉语说 我真醉了 新疆多次发生爆恐事件后 当局加强安保和反恐措施 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这个美国小伙子长相 与维吾尔小伙子有几分相似 Zack经常受到特殊的关照 但是他的美国护照 总是给他带来好运 然后有一个警察跟我说 你下次肯定要带护照 要不然后果会非常重 天有不测之风云 在Zack完成历时一个多月 横跃大半个中国的万里长征 即将胜利凯旋返回北京的最后一天 事故发生了 车祸在中国随时随地都有发生 但是这位被压在车下的美国小伙子 没有预料到的是 他被压在车下 喊救命后路人的冷漠 好像一共过了四十多个车 其中没有人愿意帮我 全都是这种 到我这边就渐速满行 拍我照之后就走 我一直跟他们说 你求我你们帮个忙 给我打药的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都不愿意帮我 等了四十多分钟 才来一个愿意帮我的一个车 四十多分钟和四十多辆车经过之后 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 记者好奇地问 这位司机为什么停车救人 因为人好 还是友好人 对 还是友好人 Zack给我们谈话的时候 笑着向记者展示了 他小腿上的绷带 两条狭长的外科手术切口上的缝线 断成几节的X光骨骼照片 美国大片中蓝薄的硬汉形象 似乎传承在这位 普通美国少年的身上 他虽然只有19岁 但血液里流淌着 美国牛仔开发西部的冒险基因 和同龄中国男生 以小鲜肉典型形象为美 形成强烈对比 你这样的生活 你说你父母不担心你吗 不担心 我父母还是比较尊重 我本人的独立 本人的自由 19岁 你是不是开着摩托车 我们美国的文化 就是你一到18岁 父母要不要管你的太多 这不是说我父母 现在还有点担心 不过就是没问题 Zack说他到中国来 全靠哥们帮忙 他告诉记者说 目前他住在北京顺意的 一个哥们家养伤 过几天拆了石膏之后 他会返回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继续学习 将来还要不要继续骑摩托车探险 答案是必须的 美国之音 VOA卫视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 有人这样站转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回忆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 来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节目最后又到了 我们的OMG美语时间了 白杰的爷爷要过八十大寿了 我们去听听白杰 要怎么样跟爷爷助寿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 我们的粉丝 Monochrome Kid 提的话题就是 How do I wish my grandpa a happy 80th birthday You are truly awesome You are truly awesome You are truly awesome 你真的太棒了 Happy 80th birthday grandpa You are truly awesome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with you 爷爷八十岁生日快乐 你真的太棒了 我很高兴 能和你一起庆祝 You a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You a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You a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 You'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and I love you so much You a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你始终都在支持我 我非常爱你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榜样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all of these years You are an amazing man You are my friend and my inspiration 谢谢你照顾我这么多年哦 你是个大好人 你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榜样 好 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 grandma or grandpa who is turning 80 OK bye OK bye 今天10月9号星期五晚上的VOA卫视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或看法 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 地址是VOA新闻atgmail.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稍后由宁星 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 节目最后呢 我们带您轻松一下 去看看非常萌的成都的大熊猫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见